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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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定是 看兵大王 李太子有急事求見 我可以被人知道這件事 快傳 李師參見大王 黃太傅 李師 緊急找怪人到底所為何事 大王 大事不妙 發生甚麼事 大王 李不衛這女士春秋一書 早於民間挑起怨憤 想不到此故歪風 今早已帶到朝廷之內 那是甚麼事 大王今早未有早朝 李不衛一黨竟議論紛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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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蟻搬家即是表示天地有變 根據我的星象推算 以及古籍中所有的記載 不出三天之內 必有數把星出現 那就糟了 相傳每天數把星出現 就必定會有大災難降臨 數把星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叫哈雷歲星 每隔一百幾十年就會出現一次 是一種很普通的天文現象 但是這顆數把星 早不出現、早不出現 偏偏在大哥的鏡鐘影像消失的時候出現 我怕… 我最怕的就是 呂不韋利用此機會 進一步攻擊大王 若然而此,當真不妙 周老先生,你放心 大哥說過,歷史注定 呂不韋最終都是失敗 我總不相信他有能力 可以改變歷史 我想強調說多一次 你這次的任務 只是回去見證秦皇認證 登基的歷史時刻 期間是絕對不能輕拒妄讀的 因為你在古代會做一件事 也很有可能改變歷史 如果萬一真的改變了歷史 那會怎樣 這大件事,你知道嗎 你和我存在這個空間的因素就是歷史 如果歷史改變了,你說會怎樣 你說 在這個空間所有的事都會消失 你說得對嗎 我明白,你們想想 如果呂不韋真的做了大王 你猜呂不韋還會留著大王的名字 以呂不韋的奸險 我怕他會斬草除根,免留後患 沒錯 所以只要大王有什麼三長兩短 歷史就會有機會改變 少龍,依你所說 若然歷史改變 便不能留在此世上 如果是這麼說的話 大哥的鏡中的影像之所以會消失 是一個預兆 沒錯 那我又不明白了 大哥說歷史有機會改變 所以你鏡中的影像才會消失 何以大王的鏡中影像 亦同時消失呢 若然我沒有猜錯的話 嬴政之所以成為大王 那是少龍一手造成 亦因為這個緣故 少龍和大王之間 就有一個因果的關係 如今這個因出現了問題 這個因果自然會受到影響 若然大王的地位不保 那大哥你豈不是很危險 既然威脅來自呂不韋 就讓我先下手為強 殺了呂不韋 好 毫興舉妄盪 現在呂不韋又不是公然造反 如果你默默然插手 你只給她一個機會 對大王不利 難得我們就此在意代弊 你放心吧 呂不韋這麼辛苦 把女士抽出來 我肯定會有下部的行動 我們看清楚一點 才再動手也沒事 少龍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會有事 大王,天外飛石實屬空少 萬萬不可輕視 什麼事? 股然有運 飛石就降,災禍將立 大王此事大大不根 眾卿家 可否靜一靜,聽寡人一言 天外飛石雖屬罕見 但是也未必表示會有災禍降臨 眾卿家在此胡亂益測 大王,明面宜笑大方 大王,此言差矣 天外飛石乃是天顯之象 寓意是直指人君 大王不可不放 九問呂相爺 你又如何得知 此意象的寓意是直指人君 本上對於易卦之學稍有涉裂 昨夜天外飛石之象出現之後 魅臣就為了此象而起了卦 結果奉得一個天地匹卦 雷尚,請問何謂天地匹卦 本上才疏學前 恐慌會曲解寡象 李太使乃是飽學之士 上必熟讀易經六十四卦 請問李太使此卦有何意義 李師,此卦到底是何如意 你不妨直說 是,大王 天地匹卦 乃易經六十四卦之以第十二卦 卦池有魂 匹之匪人,不利君子精 大王小來 李太使此卦豪解 回太后,天地匹卦 乃象征天尊地匹,愛陽內陰 正所謂天地不交,萬物不通 無以為邦 李師,你何況說得簡單直接寫 李師對易卦之象實在一知半解 請大王恕罪 李太使不是不懂得說 而是不敢說而已 既然雷誠上如此敢言 本宮圓民其長 李誠上儘管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大王請恕未臣直言 天地匹卦,鉗卦在上 本來代表君主高高在上 只可惜坤卦在下,鉗坤相格 以致是這個一國之君 再不受臣民所擁大 呂誠上,淡敢口出狂言 難道想以下犯上不成 此乃乖象所指 微臣只是依書直說 大王大可問李太使 看看微臣是否胡言亂語 李師,此話當真 請大王恕罪 看來李太使還是不敢說 因為此卦如意是為人君者 若失民心,就應該退位楊賢 好大膽,李不韋 你竟敢叫大王退位 呂誠上未免體口不責疑 想我大秦歷代君王 皆是世代相傳 從沒聽聞過什麼退位楊賢之事 難道陸公忘記了 古之遙迅皆有禪讓美德 以為世人所清重 大王應該效法聖言,順應天機 為秦國臣民職德 否則必遭天險 這也未必 大王,天地匹掛之最後一顏 實有匹極太郎化險為兒之意 事情未必如呂相爺說得如此兇險 所謂匹極太來 是指大王若能退位楊賢方能避過此劫 拒稟大王,韓太傅於殿外求見 韓太傅? 快請 是 這麼誇張,真是不說也不知道 韓太傅見多識廣 不知道對此事有何見解呢? 沒見解,我覺得現在最好的 就是大王帶上所有的群神 去看看這塊天外飛石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想不到從天上竟會掉下 一塊如此巨大的石頭 當真是不可思議 依周老先生之見 此塊天外飛石到底有何玄機 大王,你過來看看 大王,你看那幾條裂痕 大王,你看那塊天外飛石 果然大有玄機 周老先生,這塊石到底有什麼玄機 是 大家看清楚石上面那幾個字 正文之君,仇名於天 簡直是莫名其妙 何謂正文之君,根本就沒意思 蒙將軍所言差矣 正文之君,正文意志 合起來則成為正字 正字?正文之君這一句 所指的就是大王 這次延機乃上天授以大王 或當今真命天子 原來這塊天外飛石 根本就是大吉之少 大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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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麼隨便 大王萬歲 大王萬歲 小王萬歲 大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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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 book 依悲職體例 這塊所謂天外飛蛇 上面所顯然的黑紋 必定是項少龍叫人預祖黑上去 他分明是想嫁借這個所謂天機 為營靜造勢補給 本上一心想著 想利用這塊天外飛蛇大眾文章 你竟然被項少龍有機可乘 你一招以子之謀, 公子之盾 何小龍本上替你洗不兩立 蓉兒, 爹 過來 你剛才想去哪裡? 沒有, 女兒打算出衣飾店打碰一下 蓉兒, 你別再用衣飾店作驗色 你以為爹不知道 今天你經常和我經進見面 就算是, 這樣有甚麼大不了? 有甚麼大不了? 你明知道爹和洪小龍是死對頭 你竟然私底下偷偷和他人來往 女兒和經大哥一向都是光明正大 從來都沒有偷偷摸摸 更何況, 經大哥歸經大哥 洪小龍歸洪小龍 根本不可以拉在一起說 混帳 爹現在警告你, 你開衣飾店 爹上可容忍 若然今後, 讓爹知道你繼續和他人來往 爹就不客氣 如今女兒也說要去見經 他嗎?女兒只不過想去衣飾店 好呀, 若然爹離禁不喜歡 女兒立刻見出了一間衣飾店 一輩子都在家中, 喝酒都不見了 雙爺, 請息怒 大小姐都這麼大一個人 她應該有分寸 你好知為知 根本想入去書房 這雙人今次不知道躲在哪兒 良勇, 良勇 良勇, 你不舒服 你呀, 每次人都約得這麼閃縮 良勇, 如今我們又不是偷雞摸狗 有什麼不見得光 良勇, 你也不是不知道 現在你爹和我大哥小成水火 我又不可以去衣飾店見你 你又不可以太苦苦找我 如今在這種地方 我們怎麼可以見面呢 總之我不喜歡這樣 如今搞得我們倆好像偷情一樣 被人家見到 還要是我們倆是家夫人婦 良勇, 我這樣做 只是不想你被你爹罵 你別生氣了 好, 別生氣了 是呀 不生氣了 說實話, 早兩天鬧得滿成風雨 在天內飛石上出現什麼玄機 必定是你那位好大哥想出來的詭計 大哥這麼做, 無非只是想幫大王 那你真是承認 你在那塊天內飛石上動過手腳 你大哥也很狡猾 那你爹呢?你爹就找人搞小動作 找人編了本什麼女士春秋 根本就是想借過在朝中發動言論 然後逼大王嫌為 那你爹豈不是更狡猾? 那如果有一天你大哥跟我爹 當真逼容相見 你到底要幫誰? 你想我怎麼樣?那個是我大哥 那那個當然是我爹 你是不是想我跟你反目成仇? 我?我?你答不出嘛?好, 等你答得出之後 你再找我吧 良勇 你不要再追, 否則連找也不讓你再找 好了, 終於在鏡頭見大哥的樣子 我之前也不知道多擔心 笑容你會突然在我眼前消失 那你現在就不用擔心了 老夫一直以為天地萬物 這陰陽五行之中雙生雙黑 想不到這人的命運也一樣 就像少龍你和大王兩人之間的性命 互相牽連, 確實不可思議 當初我打算找一盤兒來頂替刑政 是想快點回二十一世紀 想不到竟然會搞成這樣 難道這些就叫天意龍日? 如今只希望笑容你跟大王從此以後 可以平安無事 那大家就不用再擔心了 快哥 糟了 甚麼事? 我剛才在市集聽到 趙國德式大王跟女畢畏不和 乘機派演大將李牧 想令趙國大骨壓境 大王, 你要我帶兵出征? 沒錯 寡人曾經就此事跟李師相遇過 李師分析得大有道理 一直以來都是由呂波瑋執掌全國兵權 而朝中、袁蒙奧等大將都是他的黨員 這次正好是寡人從呂波瑋手中 奪回兵權的大好時機 大王, 我根本就不懂得打仗 不如你找一個比我更加適合的人選 更好 如今位寡人身邊最信任的人 就只有項太父和李師兩人 李師奶民事出身, 手無襲計之力 難道項太父要寡人派李師大兵出征? 我不是這個意思, 大王 項太父無謂再推辭了 只要項太父能戰勝以為 不單是替寡人立下軍功 更可以乘機助寡人奪回兵權 大王, 如果打贏不上就說 萬一打輸就… 在寡人眼中 絕無可能有失敗兩個字 難道項太父竟然忘記 你和寡人的命運是互相牽連的嗎 只有寡人穩助大王之位 寡人和項太父只能得到 真真正正的安枕無憂 那呂不韋呢, 如果呂不韋知道大王 你派我出征的話 他一定會大力反對 寡人抓一國之軍 如今再加上, 有太后於背後之詞 寡人總不信鬥不過呂不韋 那照各個主帥李無論 他和大王你的關係… 寡太父, 你好好記住 李木僻是當日照盤的乾爺爺 如今寡人是大巡的君王 根本與此人毫無關係 正所謂沙場之上和父子 如今兩軍交戰, 豈有情意可言 即使他人要寡人親手手人此人 豈有情意可言, 亦絕不守緣 大王當真有意命, 杭少龍領軍? 是, 依相爺之見 大王會不會借著這次出戰召軍之機 成勢奪回兵權? 本來早就尿得大王有此一仗 不過可惜, 似乎他還沒有這樣的實力 如今秦國兵馬大權 根本掌握在我們手中 一名稅人帶兵出征 只怕不到他自行決定 雙爺歸為父征大臣 又是大王的仲父 雙爺大可以提出由卑職令軍 那豈不可大王有機可乘呢 你絕對不宜領軍 本上要你留在咸陽 以令大王有所顧忌 素問你揮下的王展 僑勇善戰, 屢立其功 本上有志推戰由他掛稅 王展忠心為國, 殺敵拼搏 相信他會不負所託, 戰勝而活 到時尚爺所執掌的兵權 就自不然更加固藥禁湯 什麼?你想本宮向大王舉戰 又是你出任煮水? 沒錯, 我想藉此機會迎戰趙國大軍 人家聽到要出征, 走避也懷孔不及 你竟然主動提出要帶兵迎戰 其實我這次這樣做 都為了太后的將來打算 怕有思想一下 若然我這次出征立功而為 得到大王中 那我們就不必慧己, 呂不慧 不行, 我不可以讓你無這個險 我根本不想要什麼大權 我只是想永遠跟你在一起 太后對我的心意我有喜會不知 只不過做人處事也應該高瞻遠足 你應該只顧眼前 若然我們真的沒辦法握有實權 那就只會一生都偷偷過往 我真的不想愛這筆太后 我更加不想就此過一生 太后, 你到底明白嗎? 本宮當然明白, 但是… 為了確保我們有開心快活日子過 即使是赴湯蹈火, 我也在所不辭 本宮不是不想幫你 但是即使我在大王面前舉戰你 只怕你不諱也未必贊同 這次太后大可以放心 只要太后在大王面前推薦我 我自然有信心可以奪得碎人 稟大王, 據邊防探子回報 趙國李牧正率領十萬大軍逼犯巡警 意圖進犯追城, 情況不妙 微臣認為 我等應派院大軍前夫追城增援 以防趙軍大舉入侵 鬼人正有此意 鬼人屬以任命項蕭龍為主席 趁著領軍迎接 此事萬萬不可 項蕭龍入巡以來 一直只是出任太父之職 從無調兵遣將的經驗 依微臣之見 應以蒙惡輝下大將王展掛稅出征 王展? 糟糕, 本侯有意親自領軍出戰 長信侯劍術超凡, 勇不可擋 實屬大將之才 以其出任主席 編行大閉趙軍, 立功而回 長信侯跟韓太父一樣 雖然精通劍術 可惜獻決行軍作戰經驗 以其領軍, 市民豈能服衷 即使以王展領軍 亦未必一定勝捐在握 萬一戰敗, 又當如何? 大王, 戰事迫在眉睫 只派主席之時實在不宜拖延 如今既然不能就此三位人選 作出定案 不妙依照大巡傳統 名此三人於教場比武 已定誰人誰贖 大王, 陸公所提不失為一個良賊 以比武勝出者掛稅 必能服眾, 有利令軍 好, 要就由漢蕭陸、黃展 以及盧愛三人 明早於教場之上 比個高低 退朝 少龍, 你真的打算去搶那帥人回來? 你以為我想去搶嗎?大王叫的 那有甚麼分別?結果不是一樣 少龍, 你知不知道我先夫當年 就是因為這樣跟大軍出征 一去不返, 我不想你重蹈覆轍 這樣吧, 那帥人又不只知道 我一個人去搶, 還有老外 最多我明天跟他比試的時候 我特意輸給他, 那我就不用去出征 那如果你搶不到那帥人 怎麼跟大王交代? 他說我技不如人 我到時真的打輸給他 我想大王他不會怪我的 你不會欺騙我? 我怎麼會欺騙你? 我又不會打仗, 你以為他真是嚴命長嗎? 我已經想好了 等這件事過了之後 我還跟大王他辭職 然後就跟你到處玩玩 帶你去買衣服, 像電髮 你弄個頭吧 要不像插麵粉, 弄個鐵在那裡 這樣就像甚麼 那我去哪裡弄的? 去…去日本, 去米蘭, 威尼斯這樣好嗎 威尼斯?是甚麼地坡? 威尼斯是一個城市 在水上的, 吹吹吹吹吹也要坐船 其實這個世界很大 分為亞洲、歐洲和美洲 亞洲、歐洲、美洲? 說你也不認識, 像是鄉下婆 在水上的, 可惡 去年人, 可惡 隨著, 威尼斯 早就有, 還要是 水上, 可能是 水上, 可惡 水上, 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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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溜 水上, 滅 水上, 滅 水上,滅 水上, 滅 老婆, 你醒了嗎? 現在還是人事 糟了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為什麼我全身沒力氣?怎麼說得這麼窮? 不如你再休息一會兒, 別去比武 我知道為什麼 你昨晚不斷拉著我陪你喝酒 你一定在酒店裡下藥, 是不是? 老婆 走開 本哥這麼做 無非都不忍生見你沒這個生命危險 帶兵出征? 你知不知道我等我今天 等了這個日子, 等了多久? 你竟然說是我大事 老婆, 你就當是為了我 我真的不可以失去你的 萬一你有甚麼不測 老婆, 你叫我如我事好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需要你在我身邊 你只顧自己 你有沒有理過我的感受 老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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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最多萬聖 聽後夜恕罪 老婆 老婆 太后, 你沒事吧 太后 太后, 你沒事吧 老婆 由於長信后身染急病 退出這次比武 現由杭少龍與王展一較高下 爭奪碎印 這次正好是寡人 從呂波爺手中奪回兵權的大好時機 糟糕, 我根本就不懂得打仗 不如你找一個 比我更加適合的人選更好 難道韓太傅你竟然忘記 你和寡人的命運 是互相牽連的 大王 糟了, 開車很聰明 還有騎馬跟他打, 一定輸了 韓太傅, 你準備好了沒有? 韓將軍, 無論今天的戰果是怎樣 希望大家點到跡旨, 別傷到和氣 韓太傅果然是君子 你可以放心, 我王子雖然不是英雄好漢 但是行事總算是光明磊落, 公私分明 好, 請 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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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们之后,如果有人来这起来, 居然关心了 到底是什么, 怎么会有点阻力 我们下来的都是阻力 不是阻力, 但上来都会有点阻力 我们下来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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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 我们下来的阻力 来的阻力 我们下来的阻力 我好看 我们下来的阻力 我好看 不然是有個不合格的 韓太父果然是伸手不伐 黃將軍, 幸好你讓我 要不是我輸夠, 謝謝 韓太父, 你武藝稀奇, 變化多端 黃展輸得心服口服 無論如何, 大凡是比武的 君以勝負為頭 現今既然是韓少龍既勝一籌 寡人就冊封韓少龍為護國上將軍 統領三軍, 黑日趕赴岸入 鎮守罪程, 痛擊趙軍 是, 大和 黃展, 你說 何以竟然敗在韓少龍手上 活將自問技不如人 實在有負相爺巧妄 你錯了, 並非技不如人 你是不能夠知己知彼 若然你在馬上比武 以你的騎術, 韓少龍根本不是你的敵手 而你偏偏就在地上跟韓少龍比拼 你簡直自取其辱 交場比武, 不比沙場殺地 首要的是講求公平敬技 若然要抹將使詐 未免有點勝之不武 混帳 就是你一句勝之不武 以致瑞人落在韓少龍手上 害了本相大師 活將實在有點不明白 這次之所以比武爭奪瑞人 主要是想選出一個致勇相傳 合適的人選來領軍出征 至於誰勝誰負 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 皇子你… 雙爺請息怒 皇子, 萬般向雙爺請罪 活將之罪 雙爺, 既然如今碎印落在韓少龍手中 看來我們也… 皇子, 這裡沒你的事, 先出去 那活將先行退下 老闆, 老闆 怪人真是不明白 韓將軍可以對王展如此重視 大鱷, 你有所不知 大王你將來能否統一天下 王展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只不過, 王展是蒙毆的副將 換言之, 亦就是呂不偉的人 以前就或許是 不過這次他打輸給我 我看怕呂不偉也應該會打他落冷攻 如果大王能夠藉此機會招攬他的話 我肯定王子將來一定會誓死效忠 拜軍之仗不足言勇 王展既然這次於教場之上 拜於韓將軍 此人之怕 大王, 老實說 其實我這次打贏都是全靠運氣 如果真的在沙場上 面對千軍萬馬 我看怕我也不及王展將軍 大王, 韓將軍所言甚善 依李斯所知 王展乃是一不可多得之軍事人才 所謂此消彼長 若然能將此人立為己用 相對呂不偉的勢力亦遭削弱不少 你倆人都頗有道理 等大王, 王將軍已在宮外等候 快傳 臣王展, 叩見大王 免禮 謝大王 大王, 未知召見微臣入宮 有何吩咐 王展, 由於韓將軍極力舉箭 寡人決定任命你為副將 隨同漢將軍大軍出征 大王, 微臣既然是韓將軍的手下敗仗 那何德何能 有肯跟隨韓將軍出征 韓將軍太客氣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除了騎馬和射箭厲害之外 沙場上的作戰一樣很有經驗 如果這次能得到王將軍你的協助 我想打退趙軍的機會 一定會大大提升 韓將軍竟然向大王推薦 一名手下敗仗 胸襟之港幅 實在令王展深感佩服 王將軍太客氣了 好, 有王將軍如此人才 實在是我大巡之腹 是你, 韓將軍 未知對此次迎擊趙軍有何策略 王將軍, 你怎麼看 是, 趙軍這次派李牧領軍 李牧一向是崇尚主公 看來我軍這次可以做好一切的防禦 以守為攻 大王, 微臣有一計策 未知是否可行 李太室有何妙計, 不妨直說 是, 大王 所謂兵不厭責 微臣提議由漢將軍帶領先頭部隊 趕赴追成 協助城內軍隊死守不出 以牽制趙軍主力 後將由王展將軍帶領援兵掩治 於趙軍全力攻城一刻 實行屢應外合 如此, 定必能將趙軍置諸死地 李太室果然是好計 若然有韓將軍親自領兵死守聚成 趙軍一定以為我軍指手不公 以李牧的性格 他一定會傾盡全力攻城 如此一來, 他的後防就會疏於逢返 若然於此事出其不義 前後夾攻必定能大敗趙軍 果然是好計 是, 王將軍, 事不宜遲 寡人命理, 明日立即出發 率領大軍趕赴追成 是, 大人 小龍, 今早教秦比武 結果是奴外還是王展取得一個碎刃? 奴外今天病了, 所以沒來當 那豈不是便宜了王展? 不過沒有傷肝 最重要是小龍, 你不用帶兵出征 小龍, 你不是答應我帶我去威尼斯嗎 我為了這個旅程, 準備了一些東西 你過來吧 我準備了這盤茶花 若然氣候水土合適的話 我就會將它移籍 希望將它種片整個歐洲 你說是不是一件美事呢? 阿青, 我怕… 我知道你怕甚麼 你怕這盤茶花因為路途遙遠 未去歐洲就已經丟借了嘛 不過不要緊, 我準備了一條 蠶絲編織移成的手帕 希望帶它去歐洲 讓歐洲人見識一下 中土的蠶絲編織技術 你有好嗎? 好 但我…我怕我們這次真的去不成 為甚麼?難道… 因為老大突然病了 所以大王一定會用我闖上碎刃 不能把碎刃落在女不為手上 所以你就打贏了王展, 取得個碎刃 被帶王冊封為大將軍 就要帶兵出征了 阿青, 我也不想的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為甚麼?為甚麼又是這樣? 難道這些就是我的宿命? 我先輩也是這樣, 少龍也是這樣 總之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保住這條人回來見你 阿青 為甚麼?為甚麼連這句話都一模一樣 阿青, 我不用你答應我甚麼 你只答應我不要帶兵出征 向大王請辭 那哪有行的 不行?那是我不好, 是我難為你 阿青 阿青, 我也說要叫她走 你閉門不立, 看少龍由天光等到天黑 而今她等無可等, 已經走了 阿青, 乾爹雖然精通天文地理 但是男女間之感情問題 真是無能為力 我希望你能安靜地考慮 最好, 汗少龍明祖出發之前 你有所決定 若非如此, 再拖下去 可不知, 恐怕兩人都不住 可沒對, 請你 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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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長官, 長平告金, 將軍有命 要父長立即準備一切, 馬上起行 娘子, 為夫答應你 無論如何, 我也留下命回來見你 我來回家 誰 父長官, 你還以為人家 我他的勝利 父長官, 你還以為神經 父長官, 你還以為的人 我來發言 父長官, 你還以為神經 父長官, 你還以為神經 父長官, 你早以為神經 父長官, 你不要再生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